先做出我們要的這個99乘法表 那我把它拆成三個階段做 第一階段是什麼 99乘法表 也許我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module module名稱 隨便取一個 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你盡量用underline 沒有問題 不要用那個minus 也不要用加減成 那些不要 底線ok 所以我就取個名稱叫什麼 fold底線9乘9 99乘法表 然後按finish之後 那裡面的程式大概就是幾個 我先 第一階段 我先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1乘1到 9乘1 後面把結果輸出 那當然我是 先結果論 就是 底下是我想做的 上面是你要做出來的 那至於怎麼想出來的 反正我建議你就要花點時間去串 因為這東西 如果你觀念清楚之後 以後你想要什麼 馬上就可以寫出你對應的程式 所以 這個就是你需要去 鍛鍊的部分 因為這東西說真的 我即便給你 給你答案 你下一次你還是想不出 可能一些其他的東西 如果變化的話 裡面的話 大家會拿一些地方 可能會需要變更的 我想應該 比較沒有問題的應該是 這個 這個地方應該沒問題吧 我是先產生一個 S的一個空置串 那這個空置串什麼 就是當我串接完之後 我在丟 串接完再丟 那不過因為會有串接 很多次 的這種機會 所以我會 先產生一個空的置串 然後呢 J等於1 因為我只需要輸出的是 後面這個 後面這部分是 是J 前面是I OK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 要把這些串在一起的話 那我就當然Default 這個J就給1好了 然後呢 For I 等於 I in range 1到9 所以到10停下來了 後面的話呢 關鍵的地方來了 你要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把這東西串出來 然後一邊串一邊輸出 一邊串一邊輸出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那個 X 等於什麼呢 串接嘛 所以前面是I 所以你就把I放進來 串接什麼呢 一個X 有沒有 乘號嘛 我用小寫好了 然後呢 再串接什麼呢 串接這個J 然後呢 再串接一個什麼呢 等於 你會發現一直在串接 然後呢 等於在串接 最後相乘的結果 I乘上J 有沒有 但是呢 如果你現在一輸出的話 會有問題 一邊輸出 所以這邊把它print出去 打一個P 然後把S輸出就可以了 一邊串接完的結果 幫我一邊 你可以把這邊直接放在這裡 只是因為後面我們還會用到S 因為會串很多啦 所以寫成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現在輸出的話 又一個問題 什麼呢 這個 它裡面告訴你說什麼 轉型type 這裡面的話呢 是int 所以你要把這個什麼 轉著string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 這個前面加個string 反正就是 還是前面老問題 轉型 那轉型的話 除了I要轉之外 J也要轉 所以這個地方 我用拖拉直接把它 拉過來 這個相乘的結果也要轉 這樣串的話 就不會有問題啦 不過其實這串完之後 來把它執行 OK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步完成 應該可以理解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橫向的 所以我把剛剛的 乘式複製貼上一次 就是9乘9的第二個 然後我希望橫向的 橫向就是 1乘1 等於1 1乘2 等於2 那這個部分特別注意喔 前面這個還是 I 後面這個是追了 就是 怎麼樣 剛剛前面的向下嘛 所以呢 這個邏輯是這樣啦 我就拿剛剛的 程式來改啦 我把 因為前面都是1 所以我就前面 I等於1就好了 因為前面都1嘛 然後後面的部分呢 會變動 所以我後面的部分的話 那我就補一個追 追一樣 就是 等於Range 1到9 然後呢 串接的方法 跟剛剛是差不多的 其實好像都沒改到 只有一個地方改了 S 等於 如果你像 這邊 我就加了兩個東西 然後還有輸出的時候 我們如果說 Print的時候 假設我直接這樣輸出 像剛剛我沒改的話 那你會發現 還是跟剛剛 一模一樣 你要改哪些地方 1 特別追 我要橫向的 所以我不能夠 一邊輸出 一邊Print 所以1請你要把這個Print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喔 OK 就是說你要 把它全部 做完再輸出 不過你現在如果輸出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 它變成 只有最後一個 為什麼因為都蓋掉了 因為這個地方 它產生一個 然後丟過去 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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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要串接喔 你並不是要把它蓋掉的話 那你記得喔 如果你要串接 字串的話 請你記得喔 在等號前面 再多增加一個加 就可以了 加等於喔 加等於的意思是 我要把剛剛的字串 串在前面 OK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只有這個嗎 如果多一個 你看 多一個這個東西 居然 結果不同 特別對 這就關鍵 那那個 VBA裡面有串接啦 不過VBA裡面是 S 等於 SN的 後面那個東西 當然因為 Python的寫法不太一樣啦 所以你給它灌 就是要記得它的差異 差異點 加等於就可以了 這個還蠻重要的 很多人不會寫 就完蛋 那另外的話我希望 這個 跟這個中間呢 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TAB符號 有沒有TAB 所以呢我可以在 最後這個後面有沒有 先它做出一個之後的話呢 再加上一個什麼呢 TAB我前面有講過嘛 脫移資源裡面嘛 反斜線加什麼 反斜線加T啦 反斜線加T就是一個TAB 所以執行一下 OK有沒有發現 這邊又多一個什麼 這個 定位點出現 應該可以懂的邏輯啦 所以 大概沒改什麼啦 把I改成J 把J改成I 然後這邊 其實兩個顛倒一下 再來就是多一個這個串接 然後呢 再多一個 定位符號 另外把print 寫到前面去 大概的差異在這裡 好 這是第二階段 所以我們縱向OK了 橫向也OK了 那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要把縱向跟橫向怎麼樣 全部做在一起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99層白表一次輸出了 你想說 縱向跟橫向怎麼放一起呢 這個就最後關鍵喔 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其實呢 你只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I 改成 回圈 OK 基本上我是這樣 先把底下這 三到五行 按個TAB鍵 為什麼按個TAB鍵 因為我要 讓它是下一階 然後呢 把這個I改成什麼呢 改成一個回圈 所以我拿這一段 有沒有 複製 按Ctrl鍵 Ctrl鍵拖拉就是複製貼上 把這個改成I就可以了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這個是前面的 這個是 後面的 那底下這一行呢 其實不用動 好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輸出看看 看看會不會是 我們要的結果 如果我這樣輸出的話就是 每產生一個 然後再加一個TAB 輸出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出現了 不過這裡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 還要改呢 1乘1 怎麼這麼多個呢 所以你會發現 應該是這個 Bag到前面去 應該是他全部串接完之後 再一次輸出看看 你會發現 1乘1 這個應該1的部分OK了 2的部分有沒有OK 2的也OK了 3的有沒有OK 3也OK 不過不對啊 好像少了個什麼東西 應該是 當他每一個 內迴圈跑完之後 要多一個Enter 有沒有 讓他接到後面嘛 接到下面嘛 所以呢 我想到的方法應該是 這個是 這個是 追的迴圈 每這一迴圈跑完一次 那我多一個Enter 怎麼多一個Enter Enter我前面講過嘛 就是這個迴圈呢 跑完 所以是Enter 這個地方 叫做跑完 你不能放裡面 放裡面的話 是每跑一次就執行一次 那 前一階的話 意思說這個迴圈跑完之後 我要多按個Enter 那多按個Enter 實際上就是 意思是 再串一個東西 S 加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個東西 反斜線 你有印象嗎 這個東西就是 一個Enter 那意思是說 幫我跑完1 然後就幫我換行 跑完2 換行 跑完3 再換行 全部串一起 好 理論上應該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一下 OK 結果 完成 應該看得懂吧 應該聽得懂意思啊 只是說 這個 這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 特別注意 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剛剛是全部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他等於是說1跑完之後 然後又串2 那我也要讓他可以 這邊多一個這個東西 還有沒有 那當然呢 他沒跑一個 實際上這個橫向的話 那就是一個追的回圈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 當這個追的回圈跑完之後 那我在後面呢 再串一個 換行符號 換行符號 直到最後一個為止 OK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因為這一題 畢竟難度是比較高一些 但是 裡面主要的作用是希望你可以 除了一個回圈之外 很多時候其實可能會有兩個回圈 當然還有可能有三個啦 不過理論上應該兩個 就應該蠻困難的 三個更困難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那我有把剛剛 我做完的這一段程式 也有在那個雲端上面 那不過我是把它 就這一段 一模一樣 不過我這邊是寫1到9 你其實可以用Range來取代 然後做完的結果 OK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當然我這邊是提供給各位一個 我想出來的 參考答案 那如果說呢 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試試看 我用串接的 反正串完之後呢 一次print出去 之前好像有同學試過 他是跑一個 print一個 跑一個 print一個 可不可以啊 也沒有問題啊 所以剛剛在 第二個 步驟那個地方 現在可以做 只要變一下 變一下 print 串完 print 串完 print 其實也OK啦 不過這個我想 請各位試著做做看 反正我要看到的結果 就類似 一個 99層媽表 那裡面的話會需要有 兩個回圈 好 好 謝謝